一路上很热闹 热闹得耐心如陈平安这么好的人 都觉得耳朵没个清静 这一切归功于那个比崔禅还化牢的青衣小童 一大两小 初冬时分已经结伴同行伴讯时光 三人缓缓行走在潇索寒冷的官道旁 青衣小童又开始纠缠陈平安 到了龙泉县老爷家里 能不能不要让我做那扫地铺床的杂役伙计啊 有些丢面子 若是不小心传回周城这边 能给他们笑话好几百年 怎么给那帮摇个水鬼当大哥 老爷你是不知道 我在这儿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提起我的大名 谁都要伸出大拇指 顶呱呱 陈平安假装听不见 因为他知道 只要接话 那就是一场灾难了 青衣小童自顾自地说 老爷若不信 老爷可以问那傻妞 便是在周城内的达官显贵 一样对我奉若神明 也就是那位翻底在城里的王爷 架子大一些 对我只能算客客气气 不够热络 不过跟我兄弟关系还不错 经常一起快活 老爷你也真是的 为何不顺道去我家坐坐 甚至还要我一声招呼都不许打 要不然不是我吹牛 定然给老爷你一个锣鼓喧天 江水沸腾的隆重仪式 通过私底下跟粉群女童的闲聊 陈平安大致了解了这条江水大蛇的脾行 做事情容易冲动 经常啊 被水神推出来挡灾 好些个轰动黄庭国朝野的祸事 明明跟他不沾边 水神用言语激将发几句 便都是他傻乎乎的扛起来 孩子觉着英雄气概 有一趟被灵运派的一位太上长老追杀 逃了两千多里路 当时腼腆的小丫头聊到这儿啊 难得吐露心扉 说如果就这么不回来 倒也好了 陈平安见他又要吹嘘当年的丰功伪计 实在是不忍心开口插话道 你是真不知道那水神 把你当作了挡箭牌 还是知道了却不在乎 粉群女童深以为然 偷偷点头 情依小童不敢跟陈平安说什么 可是眼尖的发现小莽的动作 他冷笑 你一个小娘们 懂什么兄弟义气 说到这儿他使劲张大嘴巴 露出洁白森森的牙齿 对女童张牙舞爪的说 再叽叽歪歪 在老爷面前会我形象 我就找机会吃掉你 然后把你拉屎拉出来 粉群女童眼神优越 心想我分明什么都没说呀 你就知道捡软柿子捏 陈平安颠了颠背篓 虽然催产返回大隋京城书院 可他还是有些不放心 只不过陈平安知道 除了担心自己做不了什么 陈平安抬起双手 喝了口气 抬头看了眼天色 冬天了 就是不知道今年什么时候会下雪 争取过年前回到小镇 如果实在赶不及 就先放一放走庄 多练习建卢力庄便是 可以让轻衣小童 变出水蛇真身 路线尽量拣选 人烟罕至的荒郊野岭 那一小块不知齐先生 从何处切割下来的展龙台 陈平安留给了李宝平 木芒老道人赠送的搜山图 送给了林守一 其实陈平安的家当仍是不少 只不过不占地方而已 如今不需要照顾那些孩子的求学 背楼里显得有些空空荡荡 反而让陈平安不太适应 阿良当时在齐敦山 将土地爷魏波给打劫了一番 最后陈平安拿到一颗 干瘪枯萎的金色莲花种子 是所有人挑剩下的 赤金不知有何用处 怀木剑里住着一位香火小人 在那座周城献身后 又躲起来不见人了 给三人做过了绿竹书香 还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竹片 陈平安有事没事啊 就练习刻字 记录下自己觉得有学问的那些名言紧句 还有几本书 是文圣老先生当时亲自挑选的 一根自己雕琢文字的白玉簪子 陈平安在大随京城曾别上发簪 如今又摘掉了 小心翼翼的珍藏起来 随禅一起离开京城后 说过真正值钱的呀 其实是那个墓盒 不过陈平安当时连同三个簪子 一起留给李宝平了 对此陈平安当然不会觉得心疼 一对山水印 还有那枚意义重大的静心得意印 以及陆姓年轻道长写有要方的那几张纸 为了练字的关系 陈平安依然会时不时的拿出来翻翻看看 至于那块长得像是银定的小贱坯 据说跟中土神州的碎山有关 异常雪亮 夜间光可照人 不过如今碑楼里呀 有些东西是陈平安没想到的 除了崔禅不知何时写好放入碑楼的一封信 还有两幅春联一个福字 崔禅在信上说 这是学生的一点心意 还望先生笑纳 放心 字就是字 没有算计 由此可见 那崔禅不但早就想好了要返回大隋京城 甚至连陈平安会下定决心 收下他这个学生都已经算转了 对此陈平安有些后怕 只是一样没办法说什么 除此之外 碑楼里还有两幅字帖 青山绿水帖 内容写的文邹邹的 这幅字帖写的比较正儿八经 还有一幅很符合摧缠的荒诞性格 叫先生请多放点油盐帖 全是在埋怨陈平安的抠门吝啬 字写的陈平安说不上门头 就是觉得确实好 赏心悦目 光是看着字帖 就像站在那条行云流水下 一路上 这青衣小童继续叙叨叨 完全不知疲惫 粉群女童就乖巧的 跟在陈平安的身后 还背着摧缠的那个书箱 不管陈平安怎么劝说 小丫头就是死活 不敢将任何一样东西 放入她的背楼里 陈平安回头一想 记起她是不知活了几百年的活忙 又不是李宝平 她不会累呀 一想到这个 少年就恨不得转头走上一步 就能够直接走到 新山崖书院的学术外 她站在墙角那边 看着李宝平他们 高高兴兴的听着先生讲课 没有受人欺负 过得很好 让她陈平安知道 哪怕自己不在他们身边了 也过得很好 更好 陈平安深呼吸一口气 开始默默走庄